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只有糟糊猪才能创造的魅力 让我在这里看到了 是啊 顾翠玲 我也是很吃惊 这儿的绣女 她们真的有一双双巧手啊 哥哥 这些还不是最顶级的绣品 哦 最顶级的绣品应当是万岁的龙袍 那才是集绣衣之大权呢 嗯 哇 这 这位绣娘像写女那么美 她在绣什么 这叫 这叫什么 啊 叫中国式女徒 啊 对对对 中国式女徒 以后 如果我想学绣 你能教我吗 嗯 当然可以 我叫嘉玲 你以后教我嘉玲哥哥就好了 嘉玲哥哥好 嗯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兰兮 兰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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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兮兮 我特意来找你 找你们的 我帮你们做了两双鞋 我看看 裴哥 谢谢啊 素素啊 你太好了 你怎么知道我们鞋破了 裴哥 你试试 好啊 素素 你下回做鞋的时候 稍微凉一凉 这有点大 串 是大了 你不能穿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裴哥 你看看大小 好 我这儿正好啊 正好 对了 素素啊 我想问你 这批新来的绣女 有个叫蓝芯的你认识吗 我认识啊 她还好吗 她刚来的时候啊 身体可差了 不过现在好多了 裴哥 你怎么知道她啊 因为从江南到京城的时候 是我们护军营护送的 绿珠 这样做能行吗 为什么不行啊 这绣座又不是规定死的 谁都可以任意做 素素跟蓝芯在一起 素素会帮她的 素素被孤纯远派到库房查货去了 我还是有点 想想 这个绣座的风水好 最引人注意了 她蓝芯占了我们的上风头 才让格格和那个外国人认识她 凭什么 她永远占着这个风水宝座啊 对 就是 凭什么她能都做 我就不能做呢 我就坐这儿了 樱义 依依 你做错位置了吧 没有 这是我的绣座 写你名字啦 这是我的位置 我也可以坐呀 依依 你怎么可以不讲道理呢 这是我的位置 我就不讲理怎么了 今天我就坐这儿了 我坐定了 怎么样 你怎么可以这样呢 这明明是我的位置 你松开 松开 你怎么可以不讲理呢 这是我的位置 谁说是你的 我就不能坐了 你怎么可以坐过位置 松开 那是你的位置 住手 起来 绣女打架 你们竟敢在玉绣坊打架 见识太无法无天了 顾翠玲 她做了我的绣座 是她先动手的 我不要听 你们两个出去 跪着 从明天开始 从明天开始 你们两个就在这院子里磨针 不道解尽 不得刺绣 淳源 李公公 这两丫头怎么回事啊 没什么 不等事 又是她呀 这丫头不安分 到处惹事生非 是得好好管教管教 李公公 今天怎么有空 闲到玉绣坊来啊 淳源呢 咱家 离开北京这么多日子啊 你是不是 想咱家了 李公公 要没别的事情 我不奉陪了 站住 天啊 好 啊 她真的把我们灭了 我们再来 我们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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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全福 你可是读书人哪 听说你还侍奉过皇妃 你看这读书人的手 这端金杯银杯的手 愣是刷起了马桶了 你什么感觉呀 在什么山唱什么歌 有什么命吃什么饭没什么感觉 你还嘴硬 其实啊 我是心疼你呀 你看看 这么多的活儿 你一个人怎么干得过来呀 其实呢 如果你干不过来的话 你可以让孤淳源来帮你呀 不要提淳源 哼 我要提 我当然要提 你要知道 那孤淳源是我 一手把把提拔起来的 我原想 当我老的时候 可以和他 做个菜户夫妻呀 可是我没想到 你 横插一杠子 厉公公 我没有横插一杠子 是您多心了 你还不承认 可以 我呢 我呢 宁愿兴齐无 就当 没这档子事 可是有一样 姓赵的 以后我再看到你 跟他勾勾搭搭 可别怪我 不讲义气 你 对了 我房里的马桶满了 你给我倒了去 慢着 马桶刷干净了吗 刷干净了 我看没有 我已经刷干净了 没干净 不信您瞧 都已经刷干净了 你把它喝下去 就算是干净了 有点浪漫 看净了 好 我们下午了 如果有点赞 我们下午的电梯 我们下午的电梯 就会有好 看来是干净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兰芯 你吹得真好听 素素 你觉得吗 在宫里面的日子一点都不开心 好想念家乡 好思念的 兰芯 当你心里有个思念的人真的很好 我想她也一定在思念着你 你知道吗 我们曾经约定过 每当月圆的时候 我们就在月亮下面吹笛子 就能感觉到彼此的思念 我们闭上眼睛 仔细踢 一定能够听到她为你吹笛子的声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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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兰芯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 儿子 娘跟你一样 也盼着兰芯早点回来 爹 您找我啊 传明 你坐下 爹有话跟你说 爹您要跟我说什么事啊 传明啊 你也不小了 顾家就只有你一个儿子 所以很多事情 爹要把你当成大人来商量了 你也不小了 你也不小了 这个事情 真是很高了 你呢 这事是好 杨茜茜茜 这个事是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您到底什么意思 我不喜欢绣 我不喜欢那些针啊线啊绸缎什么的 我从小就不喜欢它 如果您一直让我去绣 无意让我去服苦意 而且我断定 我断定我自己绝不能 做什么传承的重任 放肆 爹您不要逼我 我告诉你啊 你没有选择的 我可以逃避 逃避 你是顾家的子孙 您往哪逃啊 如果你一直让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情 我情愿自己不信姑 晓晓 放下 我来我来我来 晓晓啊 你快歇会吧 看把你累的 我不累啊娘 没事的 娘去买菜 晚上在这吃饭啊 晓晓啊 真看不出来 你这个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 还能干这么粗重的活 做千金小姐有什么好的 只能坐在绣房里足不出户 天天坐在那里绣啊绣 闷都闷死了 我还是喜欢干活 因为它比较简单 行了 先别磨了 看你累的满头大汗 掀活吧 晓晓啊 有时候真看都过意不去 老是来帮我娘做事 那是我应该做的 你真好 沈涛哥 最近你总是很忙 在忙什么呢 最近我认识了些新朋友 都是些志同道合的人 通过接触他们 我才发现外面的世界 非常的大 晓晓 总有一天 我会去外面做一番大事业 但是 娘就担心你这样 娘还不知道这件事情 千万不要跟她说啊 沈涛哥 无论你做什么 我都会站在你身边 永远支持你的 小小小 你温柔善良 通情达理 真的是我见过的 最好的女孩子吧 你也是我见到的 最好的哥哥 小小小 小小小 你也可以在跟他上 然间 拿下来 打扸 此人 你还是不得了 快点 见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依依 你可以进去绣了 是 沈岚心 你继续磨 看看 这幅画稿怎么样 哇 瑶池仙庆图 太好了 巴仙庆寿正符合太后大寿的意思 而且画面既喜庆又活泼 太后一定会喜欢的 绿珠 你好像早有准备似的 在家的时候我爹就算好了 进宫后一定会遇到太后的大寿 领袖方呢又一定会出绣品 所以我爹就为我选了这幅画稿 绿珠 我敢保证 你这幅绣品一定能够名列榜首的 到时候除了孤翠玲 你就是第一了 最开心的是 蓝芯她根本就没有机会刺绣了 她完全没有机会了 为什么孤翠玲取消了我的魔针 而没有取消蓝芯的呢 她差劲呗 我以后选你当我的助手 跟我一起绣 谢谢你绿珠 我一定会尽力的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 看看别人都要绣些什么 怎么绣 太平常 太平庸 太平常 太平常了 真主子 您再看看 我不要看了 再去找 再去找 是 我再找找 淳源 你知道吗 这次太后万寿的献礼 对我有多重要 我一定要让太后龙心大悦呀 她一高兴呢 没准就下个社令 把我从这冷宫中给解放出来 我就能看到皇上了 所以 我的绣品一定要是最好的 真主子 我明白 来 顾翠凌 顾翠玲 我可以回绣方绣了吗 让我看看你磨的针 你根本就没有用心磨 针体不云 针筋不力 代表你磨针的时候心不在焉 一个绣女如果连磨针都心浮气躁 又怎么能够相信她能秉心尽气 凝神入化地绣出好作品 什么时候绣针去掉了燥气火气 什么时候你在绣 什么时候 那你这位是写的 你永远来是写的 就是你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了这么多的绣稿我宣布樊绿珠和石树园的话可以放在让皇后挑选之列 作词 李宗盛 陈欣 陈欣 疼吧 还好 可我就是不明白 为什么顾翠玲让一一回绣坊 偏偏让我一个人磨尘 我也不知道 但是啊 玉绣风好像有很多奇怪的做法 以前有一个绣女说 绣宫最好的绣女偏偏被去规定磨了两个月的针 那后来呢 那后来呢 后来啊 那个绣女去绣了龙袍 还被封为绣圣 那个人是谁啊 我也不知道 就知道后来 就知道后来 还被封为翠玲 姑翠玲 不过平行而论诉说 我觉得我最近耐心磨织 我发现我的气息 心情 都可以控制了 兰欣 姑翠玲的绣衣是最高的 你何不去把她的绣 蒸起来看看 兰欣 这么晚了 你来干什么 姑翠玲 我想借看一下您的绣针 进来吧 谢谢姑翠玲 来 那 姑翠玲 我觉得 我实在是太差了 不 你不差 耐心 在众多的绣女里 我一看见你的绣 就知道 你比他们都出色了 只是 远远没有到炉火纯青的地位 你或许 这听到一些赞兰 心里面会很得意 我怕 这些小德意消慢足 会让你故步自尊 急于求成 我希望 你们里面能出真正的大师 而不是绣将 所以 我让你从魔针开始 领悟秀了真定 引领你到另一个境界 只有到了另外一种境界 你才会知道 所有的技巧 都只是随心所欲的 拈来之计 我知道了 姑翠玲 那你现在知道 该怎么做了吧 你 去吧 谢谢姑翠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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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 看你翻到哪儿 裴哥 贝世宁在这儿 给我点面子 废徒啊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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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这废存啊 没事 没事 师父 师父 贝世宁 我教你中国功货怎么样啊 好好好 先给钱 别动 要躲饰 你就全都给我吧 好好好 这什么东西啊 这个是交聘 您老师一下 不错啊 我留了啊 不要打人家东西啊 没事 贝世宁 过来过来 我教你中国功夫啊 好 来 我今天教你中国武术的基本功 好好好 好吗 好 两个手 放好 你把这个扔了 放好 挺胸 往下蹲 往下 你看我 往下 来 往下 往下 胸挺直 抬头 放好了啊 不准掉啊 现在呢 你练的这叫马步 这就是中国武术的基本功 别作弄人哪 走走走走 去哪儿啊 出门给素素买点东西啊 他怎么办呢 贝世宁 一个试闪啊 走走走 够了 你真试着你 走了 挺好看的 来来 快点快点 你看你看哪 有没有女孩往脸上抹啊 然后戴在头上那个 有啊 香脂烟粉丝巾都有啊 这个什么 这是刚来的 挺漂亮 怎么样 喜欢吧 那就来了 怎么样 这个怎么样 要不要 再看看 买给谁啊你 管那么多了是吧 老板 我要这个兰花 好 挺来的 管我呢 给钱呢 老板 好 来 好嘞 谢谢你啊 谢谢谢谢 蓝星 你来了 是啊 顾翠领 我给您送针来了 这是你磨的针 嗯 请顾翠领试试 嗯 嗯 果然 大有长进啊 哎 顾翠领 您这儿的画册真好看 能借我看看吗 好啊 不过 你得替我找出一幅 真主子会喜欢的画稿 好 宫里的画 我不太懂 不过在我们镇上有很多很有趣的画 嗯 你说说 有 百年好和 铜儿抱南瓜 哦 还有白紫图 还有老鼠娶新娘 好 你把这些画都画下来 到时候让真主子挑选 嗯 蓝星啊 嗯 你一个农家女孩 你怎么会绣的呢 我从小就很喜欢绣 长大了 就到孤家去做绣工 你知道 我是顾松府的女儿吗 我当然知道 我进宫以前 顾老爷还让我 那你干什么 让我把这张银票给您 顾老爷说 顾家有一幅画仪式在宫里 想让您用这张银票去打底 原来是这样 嗯 啊 蓝星 那天是我误会你了 真是对不起 没关系 顾翠零 好 素素 前串 前串 你胆子太大了 躺哪儿进来的啊 怎么小屋进来的 我主要是给你送礼物来的 过来过来过来 礼物 这不是年不是节的 你送什么礼啊 上上个月的十五号不是你生日吗 我在江南没回来 这不是给你补上吗 前串 我自己都不过生日 你送什么礼啊 我喜欢你啊 我不要 拿着啊 拿着 来 拿着 拿着 我得赶快走了 要不一会儿被人发现我就完了 收好了 前串 喂 想什么呢 我好烦呢 烦什么 你看 有人送我礼物 有人送你礼物还不开心呢 这么漂亮 是一个冰 你不就是喜欢一个冰吗 我是喜欢一个冰 可是 不是送礼物的这个冰 也就是说 送你礼物的这个冰你不喜欢 可是 她还说喜欢我 兰心 你说我该怎么办呀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这些都送给你 我一点都不喜欢 我一定会有这些冰你 你不喜欢我 你不喜欢我 我该怎么办 我该觉得你不喜欢我 你不喜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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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看这一幅 不好不好 那些都不好 朕主子 那你想要什么样的画呢 我觉得 玉龙皇后的 瑶池仙庆图就很好 我就要那样的画 好 朕主子 您别急 春元 一定会为您找到 春元 你一定要帮我 蓝星 我真的很喜欢 你 厉公公 我是玉绣芳的催领 绣女出了事 该由我来惩治 还不劳您费心 你 别忘了 我是那 我 我